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又有各位介绍的这支影片 是我在日本 齐护县 郡上八番所拍摄的 部分的街景 希望你会喜欢 从停车场下车之后 走过来再逛这街景 一看到的就是他们 传统式的一个建筑 那整个街道看起来都是蛮干净的 我觉得来到日本 那我觉得很舒服 就是他们的建筑看起来就是 第一点没有什么压迫感 第二点看起来就很清净 现在萤幕中看的是 传统的一个建筑 材料行 卖的一些工具 我有进去买了一个卷尺 花了700块钱日币 这个整个街道就是看到的只有游客 反而很少看到当地的居民出来走走 那这个地方呢 目前来讲是没有积雪的情形 那因为跟我们先前去的地方 都是下雪的街上 感觉不大一样 清清爽爽的一个街道 看起来 真的很舒服 那这种传统式的建筑物 用了很多的木材 提及到木材让我想到 日本在台湾阿里山上砍了很多块木 那运回日本做建筑物的一个建材 最有名的应该是一些晋国神社 他的两株 基本上就很多 都是来自台湾阿里山的块木 阿里山的小火车也是因为 他们要砍滑 块木要运送下山才建立的 好的 那不谈这部分了 我们就继续逛我们的街景 看到这边有这个铜像 稍微的看一下 这个让我想到在台南市的 中正路跟中一路交叉口 那边也做一个类似 这样的铜像 那我就不提那过去的历史 看到他们这边的建筑物 大概都是两层楼的一个建筑物 使用的 有也有用钢筋水泥盖的 但是绝大部分看到的还是用木造的 毕竟日本 他们传统式的建筑物都是 这类型的 那 他的 那个楼层的高度都不是 挑高很高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会 不会把它挑高 或许是日本人身材比较爱笑的关系吧 就跟我一样 我号称海拔163 海拔163 是公分不是公尺 逛着逛着 在前面不远处 可以看到有一条小溪 这个小溪呢 是好像在每年的9月以后 它会有开放 可以让人家在西域 去钓鱼的 等一下 一步就会带到前面 这边呢 看到他们那个居家的环境啊 大概都是种了一些松果 蛮典雅的 这种日式建筑物 建筑中在台湾 目前 有些 有钱人 他也是会 盖类似的一个 庭院 的一个建筑 刚刚先前提到的那条小街啊 就在前面不远处 马上就可以看到 走到这西边啊 会有一个公告 它是 每年的9月以后 会开放可以 钓鱼 那目前是属于 风溪的情形 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钓鱼啊 所以说在这部分 我会比较关注 因为风溪啊 所以说也没看到 有人在上面钓鱼 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 油雕专用鱼场 水势很清澈 我所知道这个地方啊 因为山泉水特别的多 山泉水势特别的多 我想这个鱼也不会很大 应该都是一般 例如香鱼啊 西哥之类的 好的 后面的我们就 用音乐陪伴各位 慢慢的逛 这个 地区的一个小区的一个清醒 每天的种植物 我们要用一层的 一个水势 我们要用水势 排水势特别的 空 基本的水势 我们要用水势 我们要用水势 海底水势 没有水势 没水势 是对 水势 咸 來這邊看到這間茶房很特別寫的茶房美容 這個不是高雄美容區的那個美容 而是這間茶房的名字正好 跟我們台灣的高雄市美容區兩個字是一樣的 逛到這邊不知道各位從影片當中不知道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他們這邊的住家只要家庭有車幾乎在建築物本身就會設計出停車的位置 說實在的這樣是蠻給自己有停車的空間也給大家在行的上面也比較安全 看到這間老式的建築物發覺一件事很熟悉 幾乎台灣是很多地方那個小巷弄裡面都會把花圃這樣擺的 在這邊也有可以看到類似 奶奶的高雄西西東 羅雷西西東 羅雷西西東 羅雷西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滑到这边 我们走进小巷窿里面看看 我发觉他们的建筑在向下地方很注重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就是采光 第二就是通风 所以说就发觉他们房子几乎很多地方 都是注重在窗户的 看到窗户之后采光 甚至于房子本身也注意到动线 让碰碰会更良好 这值得我们做参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逛到这边 正好有看到寺庙 这个连生寺 那我们就继续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 稍微望一下 连生寺 其实在日本的寺庙 这一个区块来讲是很多 那他们有很多事情都会借助生女来做处理 比如结婚的时候也会这样办 能往生的时候一样会找生女来办 那他们大一点的寺庙比较有特色的 甚至于他们的高升 原集之后呢 都会直接就是 葬在这个寺庙的活动 逛到这边 看到这边小社区里面的店家的招牌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简约缝 不像台湾的招牌林立做得有点胡话 一块比一块更的发张 甚至于就直接架出来 其实在台湾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法规是什么店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台湾的招牌真的是 冬一块西一块 好像狗皮膏药都乱贴 没有整体感 除了少部分的街区 有经过政府当区的区长或什么去诊治 会做一致性的看板以外 几乎绝大部分的看板都是各自为政 各自伶俐 就随便给你架起来 逛到这边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他们这边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造 但是他们对于消防都会注重 所以说在房子上面都有钓一个类似 要消防装水还是什么东西 以防当花生火灾的时候 我们先紧紧硬变 你就会看到这边都掉了一个一个小水桶 走着走着又看到寺庙 这边正好有一个光耀山 常进寺 那我们就到里面走走看一下 这间比刚刚看到的那间寺庙还大一点 过一进大门之后呢 就可以隐隐约看到这间寺庙的后面 就有很多高僧 所以说后头我就不过去看 因为我对那个有点忌讳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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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的这些就是生女 他们的居住环境非常的清幽 在这边修行 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在这边修行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逛完常进寺之后 我们回到大马路上 再继续的在街上 显放显放 在街上看到类似选举的看板 立宪民主党还有公民党的一个看板 风声还想想想想想看 当然是有点允论的 因为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着走着逛着逛着 最后有这边可以看到 郡善八番的一个交流馆 这个是免费的 可以进去走走看看 但是碍于时间上的关系 我并没有走进去 我并没有走进去 走过交流馆之后 这边有一间建材行 它卖的东西 应该是属于铁架方面 再往前面不远 过这马路就是大型停车场 那这边会有一个贩卖部 以及厕所 在一般游客会在这边上完厕所之后 就上车离开 好的 以上影片是阿州在日本 齐户县 去上八番这边 所拍摄的影片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影片 帮我按个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 以及订阅 有你的订阅 有你的支持 我才有拍片的动力 希望不久的将来 我继续 还会继续的拍片下去 我们后会有期